60個信式 因為你這邊已經帶過來了 你按下去之後 它累加過來了 然後我希望能夠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 如果不寫程式 你有沒有方法用那個 有一個函數叫MID MID函數 幫我切一個一個字串 那橫向的切 就是照前孫禮周五正王 一個一個放過來 然後一個 每20欄 放一個 一列 然後一直往下 然後八列 然後呢 向下是 這邊下面這個區隔是 由上往下 每八個列 放 就是放八個信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有兩種 一個是你用函數 就內建函數 用MID函數 有沒有辦法解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OK之後 有沒有方法用這個嗎 這邊向右 這邊VBA寫 寫 就是直接這樣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 一百六十信式 就是也是一樣 從函數方法 延伸過來 然後可以幫我把 這個信式放進來 另外多一個清除 把這個範圍清掉 再來一樣 向下 向下是 從上往下排 然後 然後 跑個回圈 其實有兩個回圈 一個列回圈 一個藍回圈 然後抓到你要的東西 放進來 向下 OK 然後一個清除 大概就是 兩個問題 好 那這部分我想 留給各位 回家當 練習題吧 其實程式好像 意得沒有幾行 其實就是 回圈 在這邊吧 向下 就是兩個回圈 加一個輸出 輸出的方式 就是用MID函數 那向下 其實就是也是一樣 那範圍 清除的話 就是整個 整個範圍清除掉就好了 比較快一點點 OK 好 那畫面最後 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這些 這兩個問題 就留給各位 回家思考看看 那下個禮拜 最後一次的 那我們原則上 會再帶兩個 一個是銷貨單 這個銷貨單 好像用到 蠻多人 對銷貨單 會用到的機會蠻大 就是比如說 你今天要 買一個 淨銷存系統來用 其實不合用 所以很多人 會想要說 自己用Excel來做 類似銷貨單的 這個用途 然後呢 可以填完資料 自動按個訂購之後 可以把相關的訊息 幫你記錄下來 那這個怎麼做 那最後還有地址合併 這邊會牽涉到 怎麼跟資料庫 做連結 比如說我今天 有一個資料 是在Excel 我要怎麼樣把資料 放到那個 SS資料庫裡面 資料庫也許很多種 我們以SS 當成是練習的對象 然後呢 可以再 可能限制可以把資料 再從 SS裡面查過來 或者說 你可能有很多人一起共用 一個Excel VBA 最後共同可以把資料放哪裡呢 就放資料庫 也許你就可以把它放在SS資料庫 那這個我想是 下禮拜大概會把這兩個講完 那如果各位其他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也歡迎各位可以提出來 不過那個問題不要太冗長 就是一個比如說你針對某個部分 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提出來 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上面有其他補充範例 那個也是一個學習的點 OK 這個地方 我想請各位再練習看看 今天的話我想時間